这些经典画面出自无厘头喜剧白头神探 这个系列共有三部 分别上用于88年、91年和94年 算是无厘头喜剧的典型代表了 消点密集且脑洞其大 这期咱们就来盘点一下 电影里面那些令人蓬富的经典桥段 首先来看第一部 电影一开场 就是尼尔森实演的弗兰克 制造恐怖分子的桥段 夸张的动作和猝不及防的反转 奠定了本片的喜剧风格 警员小宝意外发现 有人在码头搞毒品交易 准备串门进去包围他们 结果发现 被包围的那个人是他自己 船老板一声令下 小宝身中数强 跌跌撞撞搞得浑身是伤 终于掉进了水里 虽然很幸运捡了一条命 但一直昏迷不显 弗兰克度假回来 看这么多人在机场迎接 感动得稀里哗啦 结果发现 这根本不是欢迎他的 而是著名恶搞歌手 艾尔·杨克维奇 弗兰克虽然和女友已经分手 但就是忘不了他 老是触境伤情 勾起他的甜蜜回忆 小宝好不容易醒过来 弗兰克专程过来看望 结果把他看得痛不欲生 又昏了过去 紧接着就是低轻伤势安慰人 简最坏地说 把小宝老婆安慰得悲痛欲绝 英女王伊丽莎白尔氏 准备到洛杉矶参观访问 为了保证她的安全 女市长决定 让弗兰克担任安全长 由于上厕所的时候忘记关麦 一下子成了现场直播 声音此起彼伏连绵不绝 记者和观众们都听傻了 为了解除安全隐患 必须尽快查出 打伤小宝的黑手 根据小宝提供的照片 弗兰克一路找到码头 一番威逼利诱 终于得知了川老板的身份 川老板将警察过来 假装镇定 把自己的珍贵收藏 一一显摆了一遍 比如这个 表面上看是一支钢笔 而事实上 它是坚不可摧的钢笔 非常硬 除了怕水 其他没啥缺点 另外还有明代花瓶 画家名画 日本斗鱼等等 弗兰克想试一下 这个钢笔是不是真的 坚不可摧 结果一个不小心 扔进了鱼缸里 又一个不小心 把斗鱼给捅死了 川老板的秘书阿珍 一袭红衣非常娇美 连走路都与众不同 还有特支脚链 呃 好像不是戴在脚上的 饰演阿珍的演员普瑞希拉 现实中是猫王的前妻 弗兰克为人不拘小节 办案不拘小节 开车更是不拘小节 每天不赚的什么东西 浑身不自在 甚至连自己都不放过 警长为了尽快破案 特地让研究员来帮他 研究员非常喜欢发明 比如防涂抹墙壁 万能工具鞋 扭后麻醉针等等 通过对小宝的领口进行化验 研究员发现 这里面有海洛维因物质 警长听他后 一下子紧张起来 这玩意儿30多年后才合法 万一现在被记者曝光 会影响整个城市的声誉 和女王对他们的印象 于是命令弗兰克 必须在24小时内调查清楚 传老板表面上是一个毒贩 而他实际的身份 其实是一名职业杀手 有客户出交2000万 让他刺杀英女王 传老板是胸有成竹 因为他有一项核心刺杀技术 诱导催眠术 只需要启动按钮 任何带有催眠戒指的人 都能瞬间成为杀手 神不知鬼不觉 得知小宝醒了过来 于是暗中控制医生 准备彻底送他一程 幸运的是 被弗兰克及时发现 眼见医生逃走 弗兰克眼睛瘦快 拦下一辆车准备追击 可回头发现 这竟然是一辆驾校车 在教练的鼓励下 马路杀手 瞬间解除封印 开启狂飙模式 把医生追得是体无完复 传老板发现 这个弗兰克 好像对秘书阿珍有意思 于是灵机一动 准备让阿珍打入地方内部 探探弗兰克都查到了什么 阿珍第一眼见弗兰克 就对他产生了浓厚兴趣 便顺理成章地答应下来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发挥魅惑大法 成功被弗兰克安全地打入内部 老牛吃到嫩草 此时的弗兰克 把前女友望得一干二净 从今天开始 不管看到什么 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阿珍 小宝醒来的消息 弗兰克只告诉了传老板 结果没多久就有杀手过来 弗兰克思来想去 觉得这个船老板非常可疑 决定悄悄潜入办公室 搜查证据 不出所料 这个船老板果然谨慎 最重要的线索 被他放在扑克塔下面 幸好弗兰克手速了得 趁扑克们不注意 迅速出了出来 原来 这是一封刺杀女王的辉款信件 有了这个重要证据 这下子升职加薪有望了 结果弗兰克一个不留神 把纸条给点着了 又一个不留神 顺带把船老板的珍贵收藏 全给毁了 逃走的时候 由于抓了不该抓的东西 被人当成变态 给投诉了一把 关键证据被自己给烧烂 所以不管他怎么说 市长始终不相信 船老板想刺杀女王 为防意外 弗兰克打算 亲自参加女王的欢迎宴会 市长坚决反对 因为他就是那个意外 就在去年 他把试验坏人的五个演员 给误杀了 船老板见 弗兰克查到了自己头上 决定利用阿珍去约他 然后派出杀手 送他一程 结果弗兰克误打误撞 躲避的时候 杀手自己跳了下去 当场去世 通过这件事 弗兰克推测 船老板很可能 要在宴会上 对女王下手 于是很快赶到现场 和警长一起搜查 之前是阿珍约了自己 可见 他和船老板是一伙的 弗兰克二话不说 提出分手 而事实上 阿珍根本不知道 老板是杀手 认为是弗兰克 冷酷无情 无力取闹 船老板作为示意员 为了欢迎女王 特地捐出了 自己的古董枪 弗兰克见状 根据一个老检察的 直觉判断 船老板肯定想 趁机开枪 于是一跃而起 扑向女王 女王合不拢腿 画面相当相艳 由于弗兰克的举动 让女王受惊 市长决定 开除他的职位 这时候阿珍找过来 因为他偷听到了 老板的谈话 他确实是一个杀手 使自己冷酷无情 无力取闹 错怪了弗兰克 而且那个船老板喜欢男的 自己跟他干干净净 没有发生过任何关系 根据谈话内容 船老板准备在 棒球比赛的时候 让其中一个球员 趁机下手 为了方便搜查 每一个球员 弗兰克趁机打晕裁判 换上他的衣服上场 比赛正式开始 按照船老板的计划 杀手会在第七局 结束的时候 刺激动手 弗兰克一边当裁判 一边借着职务之便 下手搜审 搞的球员们 是敢怒不敢言 眼见第七局就要结束 作案工具还没有搜出来 为了拖延时间 弗兰克干脆出老签 一连扔出去好几个球 来混淆视线 场面一度混乱 传了板趁他们争吵的时候 启动按钮 情况十分危急 好消息是 阿珍眼见不妙 及时提醒了弗兰克 坏消息是 弗兰克被球员围攻 把枪给弄丢了 好消息是 他带了研究员的麻醉针 坏消息是 一紧张 这针射偏了 好消息是 打中了一个重量级观众 大姐下落的时候 不偏不倚 刚好砸中杀手 女王躲过一劫 这要是砸中了女王 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眼见刺杀失败 船老板带着冲气 带着阿珍离开会场 弗兰克见状是相当气愤 竟然敢抢自己的娃娃 于是随手拉过了一个路人 威胁船老板放了阿珍 船老板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迟疑的时候 被阿珍咬了一口 弗兰克紧接着又是一针 射晕了他 不成想 船老板给自己加戏 非要翻滚一下 结果一个不小心摔下高楼 被压成了肉饼 约队路过的时候 正好踩中了启动器 阿珍瞬间被控制 打算杀了弗兰克 这时候 弗兰克说了一段煽情的话 成功把他赶化 球员和观众们听到后 也纷纷被感动 和对手握手言和 这份感动 超越了敌我 超越了性别 超越了肤色 超越了民族 甚至超越了物种 这里是在调侃很多主流电影中 常用的感动套路 小宝苏醒后 特地赶过来 为弗兰克鼓掌 弗兰克相当感动 也回应了他一场 结果把他给打了下去 第二步上映于91年 开场就是一连串高能场面 由于弗兰克基督有功 收到劳布什的亲切接见 结果一开门 撞到了总统夫人 挪凳子闪了总统夫人 吃龙虾打了总统夫人 阿珍和弗兰克相处一段时间后 阿珍觉得弗兰克只忙着办案 没有全心全意陪自己 所以决定和他分手 可每次想到弗兰克 还是忍不住泪如雨下 现在的阿珍是麦博士的助理 麦博士是白宫的重要顾问 有关能源的政策 基本都会参考他的建议 由于他致力发展清洁能源 所以传统能源大佬们 准备联合弄死他 于是找人悄悄在办公室 放进定时炸弹 好消息是 炸弹很快被清洁工发现 拿了出去 坏消息是 安保人员业务不熟练 还以为这个表不准 特意挑了下 结果当场爆炸 阿珍和麦博士 幸运地躲过一劫 就爆炸现场来看 情况惨不忍睹 死的死伤的伤 等等 甚至还有 古埃及人 火柴人 阿珍自从分手后 勾搭上 呃 约上了能源大佬昆廷 昆廷有钱有力又年轻 弗兰克看到后 顿生粗意 但依然嘴硬 私下里 却找到警长诉苦 表示 自己一直想寻求真爱 但为什么遇到的每个女人 都这么年轻漂亮 不懂事 只为一夜欢愉 不能像警长一样 守着同一个人过日子 这一番话 听得警长不自觉的 流下了心酸的口水 弗兰克虽然嘴硬 但眼见阿珍约坦 还是屁滴屁滴地赶过去 随后 又是无里头的一幕 弗兰克怪阿珍和昆廷太亲密 阿珍忍不住 伸出了第三只手 阿珍约坦 其实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要告诉他 爆炸当晚 他看到有个胡子男 上了一辆红色汽车 非常可疑 弗兰克准备顺藤摸瓜 找到这个胡子男 研究员通过对爆炸现场 挖第三只 也没有找到有用的线索 但意外的是 挖到了恐龙脚印化石 另外 还在现场找到了一个钱包 不过不太重要 所以还没有化验 结果弗兰克打开一看 瞬间找到了胡子男本人 甚至连地址 都标得一清二楚 感情这研究员是吃干饭的 喜剧电影的标配 就是必须要有一个倒霉蛋 很不幸 小宝就是那个人 上一部 他从开头躺到结尾 这一部又是他 眼见找到了红色车子 小宝很熟练地安装追踪器 不料还没装完 胡子男开车逃走 弗兰克和警长紧追不舍 小宝又躺了一路 躺完一个还不够 紧接着 又来到了弗兰克车底下 最后直接升级 跑到了大巴车下面 虽然胡子男被重重包围 但警察怕他手上有人质 所以不敢轻举妄动 弗兰克决定玩把大胆 开着坦克冲进去 向解放人质 结果弄巧成拙 反倒给胡子男冲出了一条路 坦克车不受控制 冲进了动物园 把动物们给解放了 暗杀没能成功 能源大佬们开始慌懒 昆廷作为一个有思想的反派 认为他们的暗杀行为太low 于是 想出了一招偷天换日 就是绑架麦博士 用假的来冒充他 然后再去演讲 提出有利于他们的建议 神不知鬼不觉 为了显示自己的格局 在昆廷的领导下 能源大佬们一起 举办了一场宴会 表示会全力支持麦博士的 任何方案 弗兰克通过调查 发现红色车子在昆廷名下 所以极力劝说阿珍远离他 可阿珍觉得 弗兰克有点无理取闹 昆廷明明伟岸挺拔 是个硬汉 和他在一起 根本没有成长的烦恼 弗兰克听到硬字 更是不淡定了 一不小心 把贾博士给推了出去 这里恶搞了一把外星人一剃 麦博士明明见过自己 但这个博士 却和自己很陌生 弗兰克怀疑 这里面肯定有鬼 阿珍觉得他太敏感了 麦博士最近只是高了30公分 变成了左撇子而已 根本没有什么异常 说完 悄悄脱掉了鞋站 果然 对阿珍来说 身高可以自由变换 一下子高30公分 确实不算异常 胡子男悄悄潜入 准备刺杀阿珍 阿珍有个爱好 就是洗澡的时候喜欢哼歌 歌声打动了胡子男 不知不觉 也跟着唱了起来 弗兰克见状上千开打 一个用电动牙刷 一个用吹风机 场面十分凶惨 最后 弗兰克一个水管 解决了他 从胡子男的证件来看 他果然是昆廷的手下 阿珍这才犯人醒悟 原来是自己无理取闹 弗兰克一直关心了他 感动完毕 两人开始进行下一环节 这里恶搞了一把 人鬼情未了 根据胡子男的工作证 众人找到了秘密仓库 兵分两路 展开行动 弗兰克走水路 潜入仓库 录下他们的犯罪证据 警长和小宝等人 在路面接应 弗兰克很娴熟地 射出猫钩 结果挂到了狗子身上 本打算悄悄潜入 这么一掌 弗兰克直接落到了 反派面前 昆廷见他主动送人头 也不好辜负他的好意 顺手 把他和麦博士 关在了一起 准备登甲博士演讲完毕 再回来亲手杀了他 弗兰克灵机一动 趁看守不注意 成功把绳子划断 逃了出来 演讲会正式开始 弗兰克等人假扮歌手 轻松混入 小板还因为精湛的口技 成功获得二把少女的放心 弗兰克和精湛等人 分头行动 一个去阻止贾博士 一个去护送真博士 结果两伙人弄巧成拙 弗兰克还以为 台上的是假的 准备当场验证一下 之前阿珍跟他说过 珍博士屁股上有个胎记 等等 他是怎么知道的 弗兰克扒开一看 果然有 弄得跟真的一样 弗兰克二号不说 开启打假模式 一番折腾后 警长终于抓住了贾博士 麦博士见状 终于松了口气 屁股总算保住了 昆廷眼见事情败露 带着阿珍溜至大吉 弗兰克等人追上去 和他的手下一番激战 动作片有一个 普遍使用的套路 就是每次询问 宾死之人的时候 总会在说到 最关键的地方 突然断气 这里就调侃了一把 原来昆廷还有B计划 就是启动一个小型核弹 把这里的人全部炸死 然后问弗兰克 有什么遗言 关键时刻 小宝从天而降 然后 就没了然后 虽然没用 但好在吸引了注意力 弗兰克趁机出手 制服了他 准备问出核弹密码 结果警长跑过来帮忙 一把把他推了下去 然后被动物园 跑出来的狮子 给啃了 反拍挂了 那是大快人心 可是也没人知道 何谈密码了 众人研究一番后 始终不知道怎么拆除 弗兰克一紧张 还把倒计师给加速了 小宝等人 只好引导观众们 赶紧离开 可麦博士的演讲太催眠 观众们睡了一地 警长灵机一动 让他念一段 攒劲的内容 果不其然 刚念了一句 瞬间把大家唤醒 为避免恐慌 小宝安慰大家 说这是技术性调整 不用紧张 倒计时越来越少 弗兰克和阿珍准备放弃 然后一起逃走 结果误打误撞 把电源线给拔了出来 异常危机就此化解 总统为表感谢 准备给他升职加薪 然而此时的弗兰克 并不想升职 只想和阿珍在一起 享受成长的快乐 说完 抱着他就是一顿啃 结果发现 保错了 这部里面 除了小宝是倒霉点之外 总统夫人也幸运入选 开头被弗兰克各种捶 影片结尾 又被他捶了一把 第三部上映于94年 主要讲述弗兰克退休后 和阿珍遇到的成长的烦恼 阿珍一直想要个孩子 可弗兰克自从退休后 一直无所事事 搞得他对生孩子 完全提不起兴趣 每天就是逛逛街 买个菜什么的 失去了警察那把墙 好像也失去了男人的自信 医生建议他们 可以适当晚点花活 穿得光彩照人一点 来刺激丈夫 阿珍思拉想去 决定是一把 可此时的弗兰克 更虚烂 不仅提不起兴趣 浑身贪婪 甚至连走路都费劲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 他忍不住开枪的诱惑 答应警长帮他去调查一起案件 之前发生过一场恶性爆炸袭击 通过初步调查 发现和护士坦尼亚有关 所以警长需要弗兰克 到医院接触坦尼亚 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弗兰克见任务这么大 痛快地答应 为了不被认出来 特地戴上眼镜 输了输头 假装踢足球的时候 伤到了胳膊 来医院做检查 但好像刮错了号 来到了南科门诊 护士按照流程 给他一盒录像袋 让他收集一些排射物 由于检查的项目比较多 一盒录像袋 根本满足不了他 医院只好安排真人出镜 弗兰克一连弄了好几倍 整个人都虚了 所以虽然见阿珍光彩照人 依然提不起兴趣 所有的血都不是白榴弹 弗兰克果然在医院查到了线索 正是坦尼亚的家庭住址 于是趁机写到了手帕上 阿珍看他背后有鞭痕 还以为他背着自己 又去打坏人去了 瞬间气不声声 因为他之前答应过自己 要好好过日子 不再查案 弗兰克拿出手帕来安慰他 说不是坏人 而是另一个女人 阿珍根本不信 一气之下离家出走 研究员还是那么认真负责 通过对爆炸现场的纸片进行化验 终于发现了蛛丝马迹 这些纸原来是木头做的 弗兰克听了半天 干脆让他化繁为简 这时候 研究员拿出了确凿证据 在爆炸现场发现了一个文件 上面明明白白写着作案人 是一个叫罗克的人干的 目前正被关在监狱 一个监狱里的犯人 怎么会出来作案呢 为了搞清楚 弗兰克决定到监狱做卧底 监狱里关着各种凶神恶煞 和饥渴难耐的壮汉 其中属大胡子 最具攻击性 经常趁别人减肥灶的时候 攻击对方 来个措手不及 幸好弗兰克早有准备 躲过一劫 这件事之后 罗克对他刮目相看 认为这个新来的果然是个人才 知道随机应变 罗克在之前 接到了一个甲方订单 出价500万 让他搞一场恐怖袭击 本着契约精神 所以他一直在研究 怎么越狱 赶紧完成和甲方的合同 以免被对方告上法庭 吃官司 忙活半天 终于把图纸画了出来 结果差点被预警发现 为了取得罗克的信任 弗兰克决定帮他一把 故意混淆事情 引起骚乱 成功帮罗克掩盖了过去 果不其然 很快感动了罗克 决定让他入伙 一起越狱 罗克原本的计划 是躲进洗衣车里逃走 弗兰克觉得 这个不够酷 于是替他想了一招 就是用汤勺 来挖地道 罗克再次被他的智商征服 说干就干 为了处理费量 弗兰克经常塞进裤裆里 带出来 以至于都堆成了土丘 甚至干脆当食材给犯人吃 眼见土丘一天天增高 食堂天天吃土 马上就要被发现 两人很快溜至大吉 成功逃了出来 原来 那个护士坦尼亚 其实就是罗克的女友 为了欢迎他回家 特地把腿给PS了一下 这里远离市区没有电话 为了通知警长他们 弗兰克准备用信格传信 结果被坦尼亚打断 极可难代的男友 并没有满足他 还想和弗兰克扭打一下 正在此时 刚好阿珍找了过来 原来 他离家出走后 意外发现了那个手帕 上面写着一个女人的地址 这才知道 弗兰克正在外面有人了 便顺着地址 气冲冲找过来 眼看阿珍有危险 弗兰克本想把他打发走 不巧刚好被罗克发现 弗兰克灵机一动 提议把他当成人质留下来 罗克再次被他的智商政府 很快同意 等等 现在警察根本没有发现他们 为什么多次一举找个人质呢 为了测试自己发明的信件炸弹 专门带着弗兰克欣赏了一把 一切准备就绪 罗克开始着手行动 他要进行炸弹袭击的地方 正是艺术学院的颁奖典礼 因为这场典礼非常隆重 一旦引爆成功 一定会引起美国政府的高度关注 进而让恐怖分子有谈判的筹码 为了把炸弹放进颁奖信封 需要引开看守的注意力 坦尼亚非常自信 施展魅火大法一番折腾 可就是不管用 随后便无聊地捏起了气泡膜 看守看到后实在是忍不住 很快把他赶走 自己捏了起来 罗克顺利把炸弹放进信封 随后准备六支大吉 这时候才发现 弗兰克竟然是警方卧底 还把自己老妈给绑了起来 于是决定反回去爆出血恨 弗兰克冒充颁奖嘉宾 准备把带有炸弹的信封扣下来 可上台的时候一不小心 踢了女嘉宾一脚 之后大闹中场演出 把女歌手摔了个盗栽葱 弗兰克出卖色相 终于从塔尼亚口中 得知了炸弹的位置 微型炸弹被放在了 最佳电影奖的信封里 眼见颁奖嘉宾打算打开 弗兰克急忙冲过去 拦了下来 这时候 洛克直接摊牌 挟持阿珍 威胁警察放下武器 弗兰克本想把枪抢过来 虽然以失败告终 不过总算有一个意外收获 老妈挂了 洛克瞬间血光通人 弗兰克思来想去 和观众们相比 还是阿珍对自己比较重要 于是提出 用炸弹换手枪 大家本以为 弗兰克会耍个小聪明 阻止暴徒 可万万没想到 真的给他换了过来 好消息是 弗兰克趁罗克不备 迅速把炸弹打掉了地上 坏消息是 罗克有样学样 趁弗兰克不备 又把枪抢了过来 然后带着阿珍离开 准备当众杀了他 为老妈报仇 危机时刻 弗兰克一个猛男空降 把罗克撞了下去 好消息是 罗克终于拿到了炸弹 坏消息是 炸弹已经启动 即将爆炸 在弹力的作用下 整个人飞了出去 正好砸中了甲方的飞机 两人同归于尽 九个月后 弗兰克如愿一场 有了自己的亲而在 主演莱斯利·尼尔森 早在1980年 就开始了喜剧表演 在电影《空前绝后满天飞》中 饰演一个不靠谱的医生 这是他和喜剧导演 大卫扎克的首次合作 另外 《烦斗声音》里面 饰演本身的劳埃德 在这部电影中也有出演 也就是从这部电影开始 大卫扎克和《无理头喜剧》 算是接下了不解之远 1982年 与尼尔森合作 拍出了剧版《白头神探》 这是一个短剧系列 每集25分钟 共有6集 其中每集开头的 景灯巡逻镜头 也在影版中继续沿用 在这之后 大卫又接连拍出了 《笑破铁木》 《影版白头神探》 《精神尖笑345》 《蜻蜓侠》 《洋葱电影》等等 都是《无理头》的经典制作 以后有机会的话 会一一说到 好 这期就说到这里 如果各位看官喜欢这个 国外经典喜剧系列 请点赞 关注 收藏 支持一下 后面会持续更新 感谢大家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